乔乔姐 好巧啊 我们姐妹还真是心有灵犀呢 柳绵绵笑容甜甜的冲我打招呼 她身上穿的礼服和我一模一样 都是M家的黑绿金边公主裙 不仅如此 她的发型 还有戴的配饰也是我的同款 柳绵绵就像是我的复制粘贴 乍一看 都分不清我和她到底谁才是主角了 她这么一喊 在场所有亲戚的目光都落到了她的身上 她们大多是在惊叹柳绵绵美貌的 一段时间没见 绵绵这孩子更漂亮了 谁说不是呢 明明穿的都是一样的礼服 绵绵明显要更惊艳 柳绵绵很享受旁人的夸奖 嘴角都快飞到天上去了 我看着她 心中冷笑 哼 这哪里是凑巧 她分明是故意的 柳绵绵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她这么做就是为了抢我的风头 还拿心有灵犀当借口 真是够恶心的 柳绵绵是我的表妹 因为亲戚关系 我们走动的比较频繁 但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是绿茶了 她一向喜欢学我 只要我买了什么新衣服 她隔天一定会买一件一模一样的 而且还会故意穿着这衣服在我面前嘚瑟 乔乔姐 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比你好看哎 开个玩笑 这之后她开始学我的一切 我穿了他们家的衣服 她也穿 我用海澜之谜的护肤品 她也用 我喜欢德服巧克力 她也喜欢 她就像我的复制品一样 但是因为柳绵绵长得比较漂亮 所以每次穿同款衣服的时候 大家最先夸赞的永远是她 其次才是我 每当这时柳绵绵就会高昂着头 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她好像很喜欢这种 抢走我的光环 再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感觉 似乎这样才能满足她病态的虚荣心 彰显她扭曲的优越感 就像现在这样 柳绵绵见我脸色不好 立马扬起了微笑 眼里满是得意 乔乔姐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因为别人夸奖我没夸奖你 所以你不高兴了 我这就帮你去说说他们 不等我阻止 柳绵绵已经嘟起了粉嫩嫩的嘴巴 对正在议论的亲戚们娇称道 谢谢大家对我的夸奖哦 但是女孩子要夸就要一起夸 不然乔乔姐会生气的 何况这还是乔乔姐的生日呢 她是懂阴阳的 这一番话名包暗扁 直接把我塑造成了小心眼 哎 斤斤计较的人设 亲戚们向我投来不喜的目光 我无语的看向柳绵绵 刚准备开口说话 柳绵绵又开始作戏 乔乔姐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难道你生气 其实是因为我和你穿了同款礼服 对不起 乔乔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要介意 我就回家把这礼服换了 嘴上说的好听 她哪里有半点想要换衣服的意思 不用换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还犯不着和学人精一般计较 我很少说话这么刻薄 但柳绵绵都作妖到这份上了 我自然不想再惯着她 柳绵绵脸色一僵 眼里立马蓄满了泪水 咬唇道 乔乔姐果然是生气了 我这就回去换 这话说的 搞得和我欺负她似的 柳绵绵这么一哭 亲戚们看不过去 纷纷开始指责起了我 不就是个礼服吗 撞衫就撞衫吗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 就是啊 而且前面绵绵 还因为我们不夸你帮你说话了呢 你倒好 不感谢绵绵就算了 还反过来欺负她 瞧瞧 就算你是寿星 也不带这么无理取闹的吧 舅妈更是拦着柳绵绵不让她走 还朝我翻了个白眼 走什么走 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某些人那是嫉妒你 穿得比她好看呢 柳绵绵红着眼 拉了拉舅妈的衣角 窃窃道 妈别这么说 今天还是乔乔姐的生日呢 舅妈和柳绵绵这一唱一鹤 竟一养了我丑 又通过对比 我的无理取闹 衬托了柳绵绵的宽容大度 和善解人意 这么一来 柳绵绵彻底抢走了我的风头 亲戚们朝她头去赞赏的目光 更是将我们进行对比 疯狂议论 还是绵绵懂事 再看乔乔 一点姐姐的样子都没有 不过我们说的也是事实 绵绵穿上确实会更好看 瞧瞧连这个都不让说 也太玻璃心了吧 在亲戚们的捧一彩一的时候 柳绵绵得意的看了我一眼 挑衅意味十足 就在气氛焦灼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能口传来 哟 原来还真是我家宝宝的生日宴啊 我还以为走到了菜市场呢 这熟悉的声音 不是我男友姜硕的又能是谁 二 姜硕一进来 就把乱嚼舌根的亲戚们 都阴阳了个遍 他把将菜市场的大妈 和他们做比较 一下子就拉低了他们的档次 还顺带讽刺了他们的无知和粗鄙 亲戚们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阿硕 你来了 江硕点头 从身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 送到我面前 宝宝 生日快乐 有我在 没人能欺负你 声音温柔的和前面仿佛是两个人 我内心慰藉 刚才的烦闷一扫而空 可就在这时 柳绵绵也眼睛一亮 故意扭捏着身子走上前 凑近江硕 夹着嗓子叫嘀嘀的开口道 江硕哥哥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不同于前面对我的温柔 江硕冷了脸 毫不客气的阴阳道 哪里来的母鸡 咯咯咯咯的叫个不停 争吵 柳绵绵本来因为江硕的出现 满脸红韵 笑容甜甜 结果现在 笑容直接僵在脸上 红韵也变成紫韵了 江硕不顾柳绵绵的尴尬 冷冷的扫了她一眼 继续输出道 我才发现 你居然和我宝宝穿的一样 柳绵绵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 心思全血脸上了 她以为江硕肯定也会和别人一样 夸赞她的漂亮 在她满怀期待的目光中 江硕冷不丁的来了一句 东施笑贫 和我宝宝根本没法比 然后江硕转头对我笑道 宝宝 虽然你们穿的一样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很配合地接话 因为宝宝你穿上是天鹅 另一个是丑蛤蟆 当然一下就认出来了 江硕这是在讽刺柳绵绵长得丑 更是在阴阳她的痴心妄想 柳绵绵的脸直接被弃绿了 被喜欢的人这么说 换谁都不会高兴的 是的 我不喜欢柳绵绵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她一直都基于江硕 每次我和江硕约会的时候 柳绵绵都要我们带她一起 被拒绝后 柳绵绵就会发朋友圈 内喊我小气 爱辞尽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背着我 偷偷给江硕的微信发骚话 被拉黑后就私信江硕的微博 经常在里面查言查语 甚至还发清凉照 更过分的是 有一次情人节 她居然当着我的面 给江硕送情人节礼物 江硕哥哥 姐姐的礼物你都收了 我的礼物你总不会拒绝吧 江硕看都不看 直接扔垃圾桶了 你算老几 也配合我宝宝饼 自从被当面羞辱后 柳绵绵明显收敛了很多 但现在 她又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想来今天柳绵绵故意和我撞衫 也是为了吸引江硕的注意 结果注意没吸引到 还反而被江硕 拖了一头的冷水 她的脸色能好看就有鬼了 看着尴尬的柳绵绵 我依偎在江硕的怀里 无嘴偷笑 阿硕 别这么说 表妹长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是丑蛤蟆呢 是美蛤蟆才对 反正就是不是人 柳绵绵的脸色更难看了 像吃了苍蝇一样 那个 大家都别站着了 找个地方坐下吧 蛋糕马上就送过来了 最终 还是妈妈看不下去 开口缓和了尴尬的气氛 等以为经过这么一个小插曲 柳绵绵会稍微安分一点 但我还是低估她的厚颜无耻了 三 大家都在妈妈的招呼下一一落座 我也带着江硕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我们刚一坐下 柳绵绵就跟着牛皮糖一样 立马沾了上来 现场的空余位置那么多 她偏偏挑了个紧挨着江硕的坐下 感受到我的目光 柳绵绵故意察言察语道 了解 这都是凑巧 你不会介意吧 又喝 又想到的绑架我 可惜 对待这种绿茶 我根本不想有道德 我冷冷地看着她 一字一顿道 介意 非常介意 空座位这么多 你为什么偏偏要坐阿硕旁边 怎么 抢我风头还不够 现在还要抢我男友 心思被戳破 柳绵绵占红了脸 她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怎么都想不明白 一只好说话的 今天怎么和车炮杖一样 乔乔姐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既然你这么介意 那我不做这里就是了 柳绵绵红着脸 一副委屈小媳妇的模样 又来了又来了 她一说不过 我就开始白莲花妆可怜 偏偏每次亲戚都见不得她哭 她一哭 我就成了罪人 亲戚自认为是正义的一方 纷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帮着柳绵绵指责我 乔乔 你怎么回事 就这么容不下绵绵 她可是你表妹呀 就是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一个椅子 做就做了嘛 绵绵又不是那样的人 还抢男友 说了多难听啊 不是我说 绵绵要是真想抢你男友 哪还有你什么事啊 就算真抢了 你就不会大方点让你绵绵吗 有血缘的亲戚 不比没有血缘的陌生人来得重要 乔乔你也太拎不清了 我气得发抖 他们又想通过这样来让我妥协 哪怕是在我的生日宴上 也不允许我挑战他们的权威 就在我要拍桌而起 舌战群颅的时候 江硕拍了拍我的肩 轻声道 乔乔 放着我来 下一秒 就见江硕掏出手机 直接对着柳绵绵就是一顿拍 还是对脸的那种 柳绵绵受宠若惊 羞红了脸 江硕哥哥 这 这不好吧 没事 一会儿还要把你放C位呢 柳绵绵一听 眼睛更亮了 当即摆好了pose 方便江硕拍摄 很快 江硕把柳绵绵的照片 发到了朋友圈里 里面全是柳绵绵的丑照 柳绵绵摆pose的一张都没放上去 C位更是柳绵绵的对脸大图 黑头粉刺 看得一清二楚 而她旁边的我就显得清秀掀气多了 不排除是江硕专门给我屁了图 江硕还在下面专门配文 好绿 好茶 这条朋友圈刚发出没多久 下面的评论就久久加了 都是在抨击柳绵绵的 硕哥 这不是嫂子吧 这谁啊 肥头大耳的 长得好丑 她为什么和嫂子穿得一模一样 这不是嫂子的生日宴吗 楼上 这叫绿茶 又绿又茶 和寿星穿一样不就是想抢风头吗 哦 新机女 等等 这个不是之前骚扰江硕被拉黑的那女的吗 好家伙 她不仅和温乔穿得一样 还故意坐在江硕旁边 这是要连人带风头一起抢走的节奏啊 为了珠心 江硕特地把朋友圈对到了柳绵绵面面前 方便她看 因为她之前把柳绵绵给拉黑了 柳绵绵本来还期待满满 觉得江硕是被自己打动了 再看到朋友圈之后 面如土色 当场实话 江硕哥哥 你 耸肩冷笑 你是说你自己是傻子吗 不然怎么看不出柳绵绵是故意的呢 不愧是腹黑嘴毒的江硕 一句话直接对了两个人 柳绵绵又羞又恼 连忙解释是巧合 江硕立马顺着她的话说道 好巧 我也是巧合 你 柳绵绵辩解的话彻底被毒死 对不过 只能气得原地跺脚 尴尬生奔气 气吧气吧 反正要乳腺增生的不是我 为了珠心柳绵绵 我和江硕还特地当着她的面糊 为买油水果蛋糕 阿硕张嘴 啊 宝宝喂的蛋糕就是甜 不是喜欢坐我们旁边吗 那就让她坐个够 狗粮也管够 柳绵绵气得疯狂扣手 手指都要被扣烂了 最后 她顶着酸黄瓜一样的绿脸离去了 呼 晦气终于走了 总算能好好享用蛋糕了 但是蛋糕才吃了一半 柳绵绵又笑着过来倒胃口了 你怎么又来了 甜蜜气氛被打断 江硕有些不满 柳绵绵从身后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 窃窃说道 江硕哥哥 你误会了 我是来给乔小姐送礼物的 顺便道个歉 乔小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抢你风头的 更不应该不必嫌 紧挨江硕哥哥 最让姐姐不高兴 乔小姐 能不能看在生日礼物的份上消消气 别和我计较了 说到后面 柳绵绵红了眼 也带上了几分哭腔 做足了卑微认错的姿态 我偏了一眼柳绵绵手上的礼物盒 并没有立马接过 是出反常必有妖 她能有这么好心 刚要拒绝 柳绵绵先一步开口道 乔小姐 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 那不然呢 你又抢风头又抢人 我还要把你当祖宗供起来 见我没说话 柳绵绵红着眼看向我妈 姑妈 是我不对 惹乔小姐生气了 这礼物你给乔小姐吧 我先走了 就不留在这里扫兴了 说着 柳绵绵就要放下礼物 转身离去 呵 这是开始道德绑架我妈了 她知道我妈性子软 好说话 不会随便搏了亲戚的面子 果然 柳绵绵刚一说完 我妈就有些为难的看向我 瞧瞧 绵绵也是一片好心 这礼物你就收下吧 我妈都开口了 我也不好拒绝 还是同意收下这个礼物 乔小姐 这个礼物你可要接好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 柳绵绵直接松手 我都没碰到 礼物就直接摔落在地 里面的水晶百件摔了个粉碎 啊 公开碰瓷 我就知道 柳绵绵突然给我送礼 是没安好心的 就在我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 柳绵绵直接倒打一耙 呜呜 乔乔姐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 你不想要我的礼物 可以直说的 为什么要故意松手 这个礼物可是我连熬三天 特意准备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践踏我的心意 柳绵绵的一番话 直接做死了我 故意摔礼物的事实 亲戚们一向偏心柳绵绵 此刻更是帮着她来指责我 绵绵都主动道歉了 你为什么 还要这么咄咄逼人 乔乔 你看你把绵绵欺负的 还不快给她道歉 我都没碰到那个礼物盒 为什么要道歉 我态度很是坚决 不是我做的事 休想让我背锅 乔乔姐 你的意思是我故意陷害你 难道不是吗 我都还没碰到 礼物你就松手了 我看着柳绵绵 冷冷开口 听我这么说 柳绵绵故作震惊的瞪大双眼 哭得更凶了 我们是姐妹 我为什么要这么害你 呜呜呜呜 我真心来道歉 没想到乔乔姐 你会这么想我 亲戚们见状 都朝我头来鄙夷的目光 乔乔 你别狡辩了 我们都看到了 就是你故意松手 才让礼物摔碎的 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仅狡辩 还甩锅 满口谎言 一句实话都没有 还说绵绵陷害你 绵绵对你尽心尽力到这个份上 怎么可能害你 柳绵绵依旧掩面哭泣 嘴角却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她 她还敢挑衅我 我肺都要气炸了 就在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 想要上前扇柳绵绵巴掌的时候 姜朔将我搂在怀里 冲亲起冷笑道 怎么不可能 监控可都落下来了 监 监控 柳绵绵微微是神 眼里闪过一丝慌张 随后立马恢复了正常 自我安慰道 可是服务员明明说 只有外面才有摄像头 姜朔眼中的冷意更浓 你不知道 里面也布满了真恐摄像头 柳绵绵不哭了 眼里满是惊恐 神 什么真恐摄像头 姜朔哥哥 你别开玩笑了 一点都不好笑 可他不知道 姜朔并没有开玩笑 因为这家酒店就是他家的 他要完蛋了 六 我可没开玩笑 不信你看大屏幕 在姜朔的提醒下 众人齐刷刷的朝大屏幕看去 原本黑屏的大屏幕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亮了起来 而且里面播放的 正好是柳绵绵 把礼物递给我的画面 还是放大16倍的那种 屏幕上 我的手压根就没碰到礼物盒 礼物根本就不是我摔碎的 而是柳绵绵摔的 但是现在 屏幕高清放大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看出来是柳绵绵在故意陷害我 柳绵绵面色惨白 原地射死尴尬 嘶 怎么会 为什么会有监控 不应该啊 我明明都打听好了 我立马戏惊上身 用他之前说过的话 阴阳怪气他 表妹 我们可是姐妹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我不懂啊 呜呜 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那你可真是有心了 我这么一说 原本帮柳绵绵的亲戚们 多朝他头去失望的眼神 绵绵 还真是你啊 王我们这么相信你 你怎么可以故意骗我们 乔乔不管怎么说 都是你表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害她 何况今天还是她生日 柳绵绵你太过分了 真是错看你了 柳绵绵死死咬唇 愤恨地瞪了我一眼 这还是头一次 她在我面前这么狼狈 她怎么可能高兴 柳绵绵羞红了脸 转身就要离开这个 让她丢脸的宴会厅 江硕先一步 拦住了她的去路 闻声道 给乔乔道歉 前面你们可没少让乔乔道歉 怎么还想搞双标 说着 江硕还扫了亲戚们一眼 给亲戚们施压 亲戚们立马点头硬喝道 对对对 是该道歉 绵绵 别愣着 快给乔乔道歉 这期间 舅妈想上去帮柳绵绵 但被耗面子的亲戚拦下了 玉莲 你可不能因为绵绵是你女儿就双标 前面你骂乔乔可是骂得最大声啊 舅妈在女儿和面子之间 最终选择后者 柳绵绵见没人帮她 只能细弱闻声 不情不愿地和我道歉 对不起 说完 她仿佛受了莫大的屈辱一样 通红着脸离开了宴会厅 而前面那些帮腔的亲戚 也没脸面对我 也跟着纷纷离去 妈妈出于礼貌 出门相送 顺便叮嘱江硕帮忙照顾一下我 原本热闹的宴会厅 突然安静了下来 只有我和江硕两个人 静得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就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江硕突然凑到了我面前 歪着头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妈妈就属江硕对我好了 就在我要被他的深情 感动落泪的时候 江硕突然摸了摸我的头 打去挡 哭什么 难道是我前面太帅了 把你帅哭了 我顿时破体微笑 配合地点了点头 很帅 帅得我乳线都通畅了 我和江硕 每每享用了饭菜 期间江硕还对我唱生日歌 等吃饱喝足后 江硕准备开车送我回去 但是在去车库取车的路上 我遭到了许多路人的指点 他们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垃圾 充满了嫌弃和鄙夷 快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恶毒表姐 真是他 还真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呸 慈禁女一个 我 这是在说我 就在我疑惑不已的时候 同事突然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 瞧瞧 你怎么被挂某书了 还冲到了热搜榜 啊 我被挂某书了 我怎么不知道 气 同事不仅给我发了消息 还好心给我发来了某书的链接 和他到了谢后 我顺着链接点了进去 发现把我挂上某书的 不是别人 正是某绵绵 她在里面疯狂做苦 只是因为不小心在表姐生日宴上 和她撞衫 表姐就各种针对我 不仅摔了我辛苦准备的礼物 还让我录视频认错 可是 我真的做错了吗 文末 某绵绵特地附上了礼物被摔碎的照片 以及一段她疯狂扇自己巴掌 跪地认错的视频 某绵绵是颜值博主 在某书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她这一发出 立马引发了粉丝的热议 什么人啊 撞衫而已 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 还摔碎我们绵绵精心准备的礼物 这不是故意让绵绵难堪吗 不止呢 这个贱货还让绵绵专门拍子山巴掌 跪地认错的道歉视频 隔着屏幕我都替绵绵感到疼 这哪里是表姐 分明就是个魔鬼 妥妥下头女 心疼的抱住绵绵 不行 越看越气 有没有好心人知道表姐的联系方式 我这就替绵绵去教她重新做人 评论区里清一色的 都是对柳绵绵的心疼 以及对我的抨击 抨击我的斤斤计较和心狠毒辣 但我根本就没有让柳绵绵做这些 这都是她故意拍来抹黑污蔑我的 好一招苦肉计 不愧是绿茶 人心拿捏的死死的 在她的挑拨下 有不少气上头的粉丝 甚至人肉开了我 我的手机很快就被骚扰电话和短信挤爆了 我气得发抖 刚准备打电话质问柳绵绵 为什么要在网上胡说八道 她倒是先给我发来了挑衅短信 瞧瞧姐 这份生日礼物如何 够大吗 这死绿茶 前面宴会险些害我出丑 现在又在网络上肆意造谣 败坏我的名声 我怒不可遏 搓了搓手 正准备长篇大论的骂回去 结果却被江硕阻止了 等等 瞧瞧 你这样直接骂她 反而会给她继续做文章的机会 她粉丝多 想颠倒黑白 泼你脏水很容易 我被浇了一盆冷水 立马丧了下去 那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她这么为所欲为 这是交给我 还至其人之身 爸 我还是没懂江硕到底想做什么 江硕也不多解释 给了我包零食 让我坐等看好戏 只见她拿出手机 也在某书上发了个日常 把柳绵绵之前 骚扰她的那些聊天记录 还有酒店的监控记录 全发了上去 同时 江硕还专门花钱买粮 很快 这条日常就冲到了热搜第一 把柳绵绵的那条日常 给挤了下来 一时间 网友再次炸开了锅 在评论区里 议论纷纷了起来 这里面的是 我的绵绵女神 不 我不信 绵绵女神 怎么可能是勾引表姐夫的小三 这肯定都是合成的 就是为了污蔑绵绵 别洗了 有图有真相 还有视频 关键这个监控视频 还是有声的 你告诉我怎么合成 这就是事实 加一 柳绵绵就是心肌绿茶 不仅故意和表姐撞衫 还挨着表姐夫做 哦 而且还故意摔碎礼物 嫁货给表姐 这哪里是表妹 茶妹还差不多 关键她那个自扇巴掌 跪地认错的视频 还是自己故意拍来抹黑表姐的 她表姐根本就没有让她这么做 该死 我们都被这死绿茶当枪使了 她自己作死 还好意思来某书上面诉苦 真是不要脸 之前真是瞎了眼 怎么粉的这么一个白脸 脱粉 狠狠回彩 舆论瞬间反转 网友之前有多护着柳绵绵 现在骂的就有多狠 柳绵绵苦心经营多年的人设 原地崩塌 掉粉无数 她还想删掉日常 但已经来不及了 聪明的网友 早就把日常保存了下来 在某书上面疯狂转发 我一边吃零食 一边看着那些喷柠绵绵的评论 别提多爽了 但偏偏 就有人要来扫我的信 柠绵绵绵绵终究是沉不住气 给我打来了电话 温乔 是你干的对吧 你指使姜硕发了那条日常 我笑着回怼 是的呀 这是我给你的回礼 喜欢吗 电话那头的柠绵绵顿了顿 很快变气的破口大骂 啊呀 你个贱货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这么贱不得我好 宴会上你都让我那么丢脸了 我发泄一下怎么了 我刚想骂他脑子有病 姜硕黑了脸 一把夺过我的手机 对着柳绵绵就是激情输出 哈哈 那我们反击一下又怎么了 怎么就许你发泄 不许我们反击呀 那你可真是个双标狗呢 还有 你丢脸纯属是你自己犯贱 活该 关乔乔什么事 你 你们 柳绵绵半天憋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最后只能气得挂断了电话 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 柳绵绵被网友疯狂递人肉 最终身败名列 臭名远扬 因为她连带着舅舅一家名声的都不好 经常被街坊邻居议论 据说舅舅气得直接揍了柳绵绵一顿 把柳绵绵的脸都打肿了 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很是寒心 和舅舅一家断绝了往来 直到某天 柳绵绵突然带了大包小包的礼品登门拜访 九 妈妈本来是想很心拒绝的 但是柳绵绵一上来就九十度鞠躬道歉 姑妈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在网上乱发造谣表姐 我知道 您现在一定对我很生气 很失望 但是我还是想请求你和表姐的原谅 说着柳绵绵把礼品递到了我们面前 这些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和表姐能收下 妈妈没有接 她还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事心存芥蒂 柳绵绵见妈妈不接 立马红了眼 哭唧唧道 呜呜呜 对不起 我果然不配得到你们的原谅 看她哭得这么稀里哗啦 我妈最终还是心软 接过了礼品 唉 真拿你没办法 快进来吧 外面冷 我没忽略柳绵绵进来时 嘴角勾起的那一抹计谋得逞的微笑 她为什么会这么笑 难道她又在憋什么坏 没等我想明白 我妈已经给柳绵绵端来了茶水 绵绵啊 来 喝茶 柳绵绵捧着茶 眼睛不断的往我身上扫 最终目光落在我拿着手机的右手上 你干嘛盯着我看 我瞥了柳绵绵一眼 不嫌不淡倒 柳绵绵扭捏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道 那个 乔乔姐 其实我今天来不仅是为了道歉 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之前一位某书那时 我的名声已经臭了 我想让你上某书 发一条替我澄清的声明 就说我已经知错就改了 稍微挽救一下我的声誉 我 柳绵绵是怎么做到脸皮这么厚的 见我不说话 柳绵绵直接上手 就要抢我的手机 乔乔姐 你要是不方便 那就我来发吧 你帮我解锁一下密码就好 我死死把手机攥在手里 没让他得逞 我还没决定要帮你呢 没抢到手机 柳绵绵的眼里划过一抹狠力 很快 他又恢复到了 卑微怯懦的模样 乔乔姐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所以才不肯帮我发声明的 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总感觉 今天的柳绵绵怪怪的 她为什么这么在意我的手机 好像从一开始 她的目标就不是道歉 而是我的手机 见我有所怀疑 柳绵绵尴尬的笑了笑 立马转移了话题 没事 乔乔姐要实在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对了 我今天来的时候 特意买了水果 你们尝尝这个阳光清蹄 特别甜 说着 柳绵绵把阳光清蹄拿了出来 笑眯眯的看着我 乔乔姐 你能把这串阳光清蹄拿去洗洗吗 我的手前几天切菜的时候 被刀划破了 不能沾水 姑妈年纪大了 你总不会忍心 让姑妈去洗吧 柳绵绵这是铁了心的 要把我支开 难道又是为了我的手机 想到这里 我眼睛一亮 突然有了主意 就柳绵绵的尿性 房是肯定防不住的 不如将计就计 正好看看她想搞什么鬼 等等 我回个消息 我拿起手机 故意在她能看到的范围内 收入了密码 输密码的时候 为了让她记住我还特意放慢了速度 就在我要带着手机去洗清蹄的时候 柳绵绵开口道 乔乔姐 你还是把手机放在这里吧 不然见了谁可就不好了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也是 我点点头 如她所愿把手机放在了桌上 我倒要看看柳绵绵想干什么 十 等我拿着洗好的清蹄回来的时候 柳绵绵已经不见人影了 妈 柳绵绵呢 我询问正在看电视的我妈 哦 绵绵这孩子突然说有急事 就先走了 她让我们多吃点 说完 我妈就继续看电视去了 走了 这么说 柳绵绵是得逞了 我立马解锁手机 打开了某书 但是里面并没有柳绵绵发日常的痕迹 我想着柳绵绵是不是偷删了 但是某书里面也没有她编辑的痕迹 看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发现端倪 我很好奇 柳绵绵前面到底用我的手机做什么 这时 我突然发现微信最新的聊天记录 页面里显示的是姜硕 可是我明明没有和姜硕聊天啊 点进去也是之前的聊天记录 等等 难道说柳绵绵这么执着我的手机 其实是想给姜硕发些什么 我立马找到姜硕 询问道 阿硕 前面我是不是给你发些什么 是啊 你不是约我今天晚上七点半 在盛情酒店见面吗 还说有惊喜要给我呢 而且宝宝你还说为了保持神秘 让我一直到见面前都不要再给你发消息 我根本就没给姜硕发过这种短信 破案了 就是柳绵绵干的 而且他为了防止我发现 还让姜硕不给我发消息 还真是满得滴水不漏啊 我就知道这个死绿茶不安好心 果然在憋坏 姜硕见我没回复 连发了好几条消息 怎么了宝宝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因为我不听话 给你发消息破坏了约定 所以你才生气的 对不起吗宝宝 我也没想到你是在试探我呀 阿硕 我生气不是因为这个 更不是因为你 而是柳绵绵那个绿茶 我把柳绵绵做的好事 都和姜硕说了 姜硕连发了好几个 愤怒喷火的表情包 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她的愤怒 我更是气得让姜硕把截图发我 准备拿着这张截图 去找柳绵绵对质 好让她再射死一次 但是姜硕却不同意 瞧瞧 你这次拿着截图找她对质 她下次还会继续做妖的 柳绵绵就是一条恶犬 要么就打死 要么就别招惹 不然反而会被她烦咬一口 那怎么办 总不能你真同意她的邀约吧 当然要同意 但不是真的同意 而是将计就计 十一 很快就到了约定的那天 姜硕刚到酒店 柳绵绵就给我发来了挑衅语音条 温乔 没想到吧 姜硕哥哥还是被我抢到手了 我又赢了你一次呢 你温乔永远只配当失败者 又来向我示威 他是不是忘了示威的代价了 上次可就是因为他这么嘚瑟 才身败名裂的 我没理他 柳绵绵继续骚扰我 我知道你能看到 你只是不想理我而已 但是没关系 我已经知道姜硕哥哥的真实身份了 要不是上一次某书事件的评论区里 有人认出了姜硕哥哥 其实是姜氏集团的少爷 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层身份 之前我就喜欢姜硕哥哥 现在我更喜欢了 这么优秀的姜硕哥哥 就应该和我在一起 而不是你这个丑女 温乔 从小到大 我都把你踩在脚下的 这次也不例外 我一定要得到姜硕哥哥 所以我才特意借口去你家拜访 实际上就是为了偷用你的手机 把姜硕骗到这里来 下一秒 柳绵绵给我发来了一张 姜硕昏迷的照片 而她的手正不安分地 放在姜硕洁白的锁骨上 前面姜硕哥哥还想跑 可惜这个房间 早就被我点上了迷香 今晚过后 我就要顶替你成为姜太太了 姜硕是我 姜太太也是我的 哈哈哈哈 仅仅是听声音 就已经能想象到 对面柳绵绵的猖狂了 但是柳绵绵不知道 这都是我和姜硕的计划 姜硕会去应邀 就是为了使美难计 好放松柳绵绵的警惕 从而从她的口中套话 是的 姜硕和我一直都在云通话 并且我全部都保存了下来 柳绵绵在那边的一举一动 我都听了一清二楚 见我不说话 柳绵绵以为我是气到了 得意的笑着扑向了姜硕 就在这时 姜硕醒了 直接将柳绵绵反手扣住 下一秒 成群的记者从门口冲进来 把柳绵绵团围住 疯狂对脸拍 神 什么 怎么会 柳绵绵的声音充满了不可置信 但是姜硕根本不给她反应的机会 直接报警了 并且对记者说道 这个女人前面想对我做个鬼之事 你们快把她曝光了 这可是新闻头条 曝光的好的 我姜氏集团把你们半年的期刊都给包了 记者一听 激动不已 快门声此起彼伏 谢谢小姜总 保证让你满意 小姜总您放心 我们肯定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柳绵绵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这时警察上门询问情况 姜硕直接把柳绵绵对她做的那些好事 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 柳绵绵生死力竭的否认 不 我没有 这都是污蔑 姜硕哥哥 我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可拉倒吧 连迷香都准备好了 还说什么爱不爱的 你这就是迷奸 警察叔叔 迷香在角落里 你们拿去检验一下 看看上面有没有柳绵绵的指纹 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哦对了 我和我女朋友全程都有语音通话 这份通话录音 想必也能成为证据吧 不一会儿 电话那头传来了柳绵绵的怒吼 啊 姜硕哥哥 你居然和温乔是一伙的 你帮着她来害我 你们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哼 不然呢 不将计就计 怎么彻底打死你这个牛皮糖 在姜硕的冷笑声中 柳绵绵被警察无情地带走了 当晚 出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柳绵绵勾引姜硕这个表姐夫的丑事 被报到了出去 还一举冲上了热搜 大火力把 里面都是抨击谩骂柳绵绵的 怎么又是她 上一次诬陷表姐就已经够可恶的 这一次居然还勾引表姐夫 哦哦哦 好恶心 看得我想吐 故意设计迷奸 这怎么着也得进去采缝韧机了吧 快把这死绿茶关进去 看着就闹心 如网友所愿 柳绵绵真的被关进去了 这就是另一件大事 柳绵绵被警察带走后因证据确凿 喜提一个月的牢狱之灾 等柳绵绵出来后 她已经彻底社会性死亡了 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扔鸡蛋 叫骂小三不得好死的那种 这之后 据说柳绵绵天天被网爆 每天都有人给她寄各种各样的恐怖包裹 甚至还有人往家门口扔垃圾 搞得舅舅一家都不得安宁 不仅如此 舅舅一家更是受柳绵绵的连累被公司辞退 期间舅舅一家不止一次的想来求我们帮忙 但是都被知道真相的妈妈无情拒绝了 妈妈当时是这么说的 上一次就是因为心软引狼入室 差点害了乔乔 这次我在心软我就是傻子 舅舅一家本来想再找工作谋生 但是因为柳绵绵的臭名声 根本没人要 他们又想找亲戚帮忙 但是亲戚也不搭理 这些见风使多的亲戚 在得知江硕是副驾少爷 都忙着来巴结我们家 哪有空理会舅舅一家 他们试图从我们这里捞到好处 我们直接拒绝了来往 这种捧高踩低的亲戚 根本没有交往的必要 远离了这些奇葩亲戚后 妈妈不仅硬气了 笑容也变多了 我和爸爸都很欣慰 而没有柳绵绵的骚扰 我和江硕也总算可以 安安静静的谈着甜蜜的恋爱了 本来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静 顺利的发展下去 但偏偏就出现了意外 12 这天我替妈妈出门 买晚饭要用的酱油 等回来的时候 突然感觉后背一凉 好像被人死死的盯着一样 难道是被人跟踪了 我猛的向后看去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不安的感觉始终笼罩在心头 我不禁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身后有动静 一回头 就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 从我身后的草丛里窜了出来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一字一顿道 温巧 你这个贱货 都是你害得我流落街头 变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我这么凄惨 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快活 她一开口说话 我就反应过来 面前这个狼狈不堪的人 正是柳绵绵 我知道她出狱后过得不好 听说舅舅因为受她连累 对她非打击骂 舅妈一开始还护着她 后来也因为被牵连的多了 开始埋怨起她了 柳绵绵本来就对坐牢一时心有阴影 舅舅舅妈还经常在面前提这件事 故意戳心 久而久之 柳绵绵开始自甘堕落 甚至因此染上了亡赌 她越赌越大 后面甚至把舅舅舅妈 辛苦积攒多年的养奥金给赌了 舅舅舅妈一气之下 直接和她断绝了关系 任由她自生自灭 我猜到柳绵绵会很惨 但没想到她惨到流落街头 乞讨为生 不过柳绵绵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看着她双眼迸发出的杀意 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难道说她是响 不好 我预感不妙 撒腿就往家的方向跑 但是柳绵绵已经先一步绑住了我的去路 她从身后掏出一把水果刀 双眼心红的朝我刺来 立声嘶吼道 温乔 我恨你 你为什么不去死 啊 我要杀了你 眼看水果刀就要刺到我的脸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江硕及时赶到 瞧瞧 小心 话音刚落 她直接冲了过来 一把将我护在怀里 把柳绵绵一脚踢开 江硕学过跆拳道 这一脚下去柳绵绵被踢飞老远 但就算江硕身手敏捷 还是不慎受了点皮外伤 阿硕 你受伤了 我来不及震惊 江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拿出纸巾 简单替江硕擦拭了伤口后直接报警 柳绵绵见状还想跑 但是被门口的两个保安大叔拿来狗插 死死地插在地上 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很快 警察来了 不打紧 还是回去吃饭要紧 回去 吃饭 是啊 我今晚要在你家做客 等来想给你个惊喜 结果你迟迟未归 叔叔阿姨这才让我出来找你 还好我赶来得及时 江硕红了眼眶 后怕的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原来是这样 我还疑惑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不过多亏你及时赶到 谢谢你 阿硕 我回报了江硕 轻声安慰了一会儿 之后以回家吃饭做威胁 坚持带他去周边的卫生所处理了伤口 然后回家吃饭 爸妈得知了这件事后各种感谢 小江啊 谢谢你啊 不然我们乔乔 说不定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这柳绵绵就是个疯女人 还好你救了我们乔乔 救命真大过天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就在爸爸为难的时候 江硕突然亮了眼 不如以身相许 爸爸一脸震惊 连连白手 我是有妻女的人 使不得使不得 叔叔 我的意思是让乔乔以身相许 嫁给我 这可以 成交 我 不是 你俩在这卖白菜呢 很快 我和江硕结婚了 婚礼盛大 那天江硕特地放60发的礼炮 99发的烟花 气球鲜花 更是遍地都是 他还专门给我送了999朵的纯金的玫瑰 并且掏出鸽子蛋的钻石 现场求婚 宝宝 嫁给我吧 好 我爸妈在台下哭得稀里哗啦 我和江硕的感情 总算画上圆满的句号 至于柳绵绵 听说他已故意伤人最盼了三个月 在里面更是因为得罪了大姐大 惨遭霸凌 端使喝尿 被扇巴掌都是日常 最惨的有一次 说不定是被贩卖了奇观 或者是被做成了人体欺骗 谁知道呢 自作孽不可活 余生他都要在地狱里一暗爬行了 而我们却有更美好的明天和未来